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我們今天來開箱這個 Google的新生兒子 Google Pixel Buds A-Series Google的弱勢耳機 8月25才剛開賣 那我也是剛拿到 也是熱騰騰的 它主打三大特點 佩戴舒適 語音協助 以及飽滿清晰的音質 說真的 自從Google Pixel手機推出之後 我真的覺得軟體演算法 它可以創造很多的奇蹟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來開箱看看 這一次Google可以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OK Let's go 好 真的是全新的 我們就直接來拆開來看一下吧 Google Pixel Buds A-Series 包裝一樣很簡單乾淨 那裡面的包裝盒內容 包含耳塞式耳機 以及充電盒 還有三個尺寸的耳塞套 USB-C轉USB-A的充電線 以及快速入門指南 那我們從外觀上來看 Google Pixel Buds跟Pixel手機一樣 走的是那種純淨舒服 簡潔的風格 那它的造型 你看它非常的圓潤 屬於豆狀的入耳式耳機 單耳重量只有5.06克 那它非常輕巧 那戴起來很舒服 它裡面有內建環境感知的氣孔 可以降低耳內的壓力 那耳朵其實很敏感 以前我戴其他家的耳機啊 再怎麼樣舒服都會覺得 耳道裡面好像塞了一顆東西 但是Pixel Buds不會 它一點悶悶的感覺也沒有 耳骨也不會痛 真的是戴起來會覺得蠻舒服的 那它跟手機配對的時候會分成兩種情況 如果是使用非Pixel的手機 那你就會看到應用程式裡面出現獨立的Pixel Buds的應用程式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它的電池的電量訊息 那如果你是使用Pixel的手機 那裡面就會出現一個Pixel A-Series的應用程式 那Pixel Buds最多可以一次配對6個裝置 那配對的記憶如果超過第6個 那就會覆蓋最早的那一組 那本來想說這種豆狀的耳機 少了尾巴帶去跑步會不會掉 結果也不會 它的弧形耳衣可以勾住耳朵的內側 那你把它戴上去就會有放心的感覺 像這樣戴上去 真的跑了10公里 我完全不會有脫漏的感覺 那我說的不是真的掉下來 是大多數的路耳式耳機 其實它都不會掉 但是我之前用過幾款 偶爾會跑一跑會有那種要滑開 然後要掉不掉的感覺 變成我每次跑步的時候都要不斷去推一下推一下 那Google Pixel Buds戴起來真是蠻穩的 我戴起來會有一種很放心的感覺 而且它也支援IPX4的抗水抗汗 它標榜的是即使你假雨天帶去運動 也不用擔心它會壞掉 那它可以支援觸控操作 比如說暫停、播放、或者是下一首 那它也可以接聽電話 不過很可惜的一點 Google Pixel Buds它不是主動降噪耳機 而是被動降噪效果還不錯的耳機 那它的密閉性還不錯 在咖啡店戴上去的沉浸感 跟降噪耳機的效果其實差異不大 那就差在它沒有通透的模式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在戶外騎車的時候碰到風大的環境 那就會聽到風切聲 那它有內建這個 I-R臨近感應器 也就是支援入耳偵測 再上去會自動播放歌曲 拿下來會自動暫停 那它內建兩組麥克風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通話效果 好我現在人在戶外 我現在要來測試這個Google Pixel Buds A 然後它的通話錄音的測試 然後聽聽看它在戶外 然後它的通話的效果如何 那接下來我會戴上這個藍牙耳機 然後進行這個通話錄音測試 那我打給對方大家聽聽看它的效果 喂 我現在正在戶外這個進行通話測試 那現在用的是Google Pixel Buds A 那你... 它的聲音叫什麼 有沒有那個風的聲音 沒有 沒有 那聽我的聲音清楚嗎 很清楚 很清楚 OK 好 好 接下來我把這個耳機放回這個耳機裡面 然後我現在直接用這個手機直接打 然後大家聽聽看 比較一下它兩邊的通話效果 好 現在是用手機直接打給你的通話聲音 那你聽聽看它有什麼差別 有比較清楚嗎 有 有比較清楚 OK 好 那跟剛剛比起來 剛剛的耳機的效果 你會覺得比較模糊 又比較虛調的聲音嗎 不會 不會 也算是清楚 最後講到聲音喔 我聽了兩天後的感想大概是這樣 Pixel Buds A Series 它搭載的是12mm的動態單體 那調音的部分啊 走的是均衡路線 中高低音頻 都是清晰透徹 聽流行樂也很不錯 大家記得喔 就是入手後 你要開啟這個低音加強 在跑步聽歌的時候 是真的是滿享受的 而且它不會掉 又很安心 同時它可以針對環境噪音 去自動調整音量 那你去到比較吵的環境 就會自動放大音量 這個我也覺得滿聰明的 那在追劇啊 看YouTube嘴型也都對得上 不過我發現啊 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它的延遲有一點重 那像我自己平常玩遊戲啊 會玩弓箭傳說 那會感覺到明顯 弓箭射出來的聲音會對不上 那如果大家買來要玩 射擊類或FPS遊戲就要注意 最後講到電池續航力 它的體積不算小 那電池容量官方沒有特別的說明 不過官方有說一次聽5個小時 那搭配充電盒可以連續聽24小時 而且它支援快充 15分鐘可以用5個小時 還不錯 比較可惜的是它不支援無線充電 好 以上是這個Pixel Buds A Series 它的快速心得 它的外型真的很可愛 耳機整個是軟軟QQ的白白的 那充電盒也很輕 大小也非常好攜帶 那音質不錯喔 可惜也沒有到很驚艷 那唯二可惜的就是 它沒有主動降噪 以及在遊戲的時候 延遲有一點高 未來希望Google 可以用它神奇的演算法 帶來更厲害的主動降噪體驗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棒 我們下次見 OK 掰掰 Subtitled by Trebek